海葵颱風逐漸禁逼 那目前在墾丁龍盤公園 這邊風勢也張大了明顯 因此在恆春半島這邊 也刮起了六級的震風 風勢明顯變強 遊客撐著傘來關浪 差點被風吹著跑 之前因為杜蘇瑞颱風 取消旅遊行程 沒想到這一次又碰上 杜蘇瑞你們有來到墾丁嗎 不是 花蓮他就取消了 所以想要這是風雨無數 你有找分提前回去嗎 有 有 就是等一下掛完 就要往回城了 就怕遊客搶著關浪發生危險 海巡人員一早六點起 就展開岸邊巡邏 沿著恆春半島 從加落水到船帆石 都禁止遊客靠近海邊 他們冒雨巡邏 只要見到遊客 就會加以勸離 放假從桃園下來 想說颱風從北部馬 結果南修啊 修到這裡來了 本來是南下避風的 沒想到還是躲不過 無法玩水 只能提早打退堂鼓 還有來自台中的20名親友 包遊覽車來玩 房間都訂了 才宣布停班停客 行程全泡湯 不能下去海邊 也聞不到海水這樣子 都沒有辦法去 所以準備要回去了 有一個客人說 要快點離開墾丁 要不要被困在這裡 這邊早上生意怎麼樣 有差 有差多少 三分之一去了 颱風打亂遊客行程 也讓墾丁大街的店家 生意大打折扣 TVBS新聞 林宥璇 吳仲勛 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